近日52歲的TVB時代陳豪在賽市場拍戲被偶遇 兩張新圖被放出後隨即引來網友熱議 爆料者寫道Hello買個菜都看到明星 從他所曬出的照片可見 他是從側面兼帶點養視的角度拍攝陳豪 鏡頭下的陳豪看來相當顯露 另一張照片 陳豪笑起來臉部周文明顯 充滿了成年人滄桑的感覺 不少網友都紛紛留言表示經驗 感慨陳豪老了許多 陳豪不知道是不是要養家辛苦 比他實際年齡老很多一個養全家 都捱殘了 斷捱色衰老了 竟然這魔瘡老了 怎麼老成這樣 養幾個孩子 果然辛苦 老得快餓 還有一些香港網友吐槽 老婆要買包包又要幾十萬買單 圖片看見他的臂毛都白了 52歲就皺皮了 還咪嘴 不過也有一些網友表示 人人都會老 說別人老的先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吧 陳豪這兩張照片只是角度沒有找拍好 好好先生被說每刻真的很可憐 也有網友直言 就算殘料也依然高大有型 這就是男人的責任 其實回看前兩天網友報出的其他照片 陳豪還是依然罪氣有型 也沒有有上面兩張圖片那麼誇張 陳一美這 她基本上只是簡單接一些廣告 做一些商言 賺錢能力有限 生活中除了維持家庭開支 她本人也會賣一些護膚品 奢侈品等開銷很大 此外 她們家裡還有三個菲傭 逢年過節 陳一美還會一拖三座飛機頭等倉 去加拿大多倫多探親 生活開支不菲 2020年 有轉陳豪以3千萬續約無線 成為TVB新資最高的藝人 除了拍劇 卡環接料不少廣告商演等 賺個盤滿半門 隨著短視頻行業的信蟒發展 陳豪最近加入了直播帶貨行列 多方面發展的他 工作忙過不停 或許正因如此 陳豪近幾年發債線不斷上移 周文也漸漸爬滿了額頭和眼角 不僅如此 近日陳豪有一段在大陸走月時 演唱《陳奕迅的歲月如歌》的視頻 在網路上廣位流傳 引發了網友們的熱意和嘲笑 走月對於許多港星來說 是一項輕鬆又讚前快的工作 但在大庭廣眾之下 一不小心就可能出籌 而陳豪的表演則成為了最新笑點 陳豪心情地演唱著《歲月如歌》 這首歌是TVB劇中上雲霄的主題曲 原本已為陳豪會唱得動情而出色 然而事實卻截然相反 一到副歌部分 陳豪的表演開始崩潰 氣息不足 高音上不去 甚至出現了接連的破音 他的喪音 仗是帶著一絲哭空 尖銳而難聽 讓人不禁形容為鬼哭浪耗 這一幕讓現場觀眾尷尬不義 他們不忍心笑出聲來 只能默默觀看 然而網友們卻對陳豪的表演隱進不禁 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嘲諷 把衝上雲霄唱成了死亡航班 罪該死的是他唱得好有感情等 陳豪的酒月獻醜 成為了網友們調刊的對象 對於陳豪來說 唱粵語歌本應是他的強項 但這次的表演卻讓人帶點眼鏡 或許是現場氣氛的壓力 或許是他的狀態不佳 無論原因如何 這次的酒月讓人們重新評估了陳豪的演唱實力 不過也有一部分網友對陳豪表示理解和支持 認為他的表演雖然出現了瑕疵 但至少充滿了真情實感 無論如何 這段視頻的流傳讓陳豪成為了網路上的熱門話題 他的酒月獻醜也成為了網友們茶餘飯後的笑料 對於港星來說 酒月是一種常見的工作形式 但這次陳豪的酒月經歷卻讓他成為了熱意的焦點 不論是好評還是嘲笑 這次的表演也給他帶來了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總之 陳豪酒月獻醜的視頻在網路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他的表演引起了網友們的調刊和嘲笑 而他的醜又痛苦的表情更是讓觀眾們隱進不禁 這次的酒月經歷讓人們重新審視了陳豪的演唱實力 同時也讓他成為了網路上的笑料 無論如何 這段視頻的流傳都讓陳豪在網路世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樣看來 陳豪確實是被晚年生活折磨的不輕 相比他年輕時候的風流來說 這個狀態實在是差的太多太多 2000年 陳豪在朋友的介紹下進入TVB 在TVB的人才仔仔 陳豪並不算出色的演員 不過TVB有個傳統 拍戲時都是在內部員工類挑演員 挨個紙裏面拔將軍 陳豪也有露臉的機會 恰好幾位當家小生古天樂 羅家良離開了TVB 及了陳豪一線生機 陳豪反省了自己的過往 變得謙信 努力 不管什麼角色都接 認真去言 生活的翠麗 讓他脫胎換骨 他不再魂魂惡惡過日子 他能讓觀眾記住 是因為他長得醜 他的長相空 不是美男子 在TVB並不受待見 好在他已經放低姿態 對誰都肯有禮貌 他的臉 醜中有碎 簡稱醜碎 他因此獲得不少人賞識 片約不斷 在電視劇《陀槍師者》三劇組 他認識了蔡兆芬 兩人緊緊混了個臉熟 這一年 陳豪的演技獲得肯定 得到TVB重用 事業清清一上 2001年 陳豪搭檔馬俊偉 郭倩尼 參演電視劇《洛神》在劇中飾演《陰險的草屁》 因為飾演草屁 他獲得TVB飛躍進步南亞原獎 郭倩尼也肯有意思 他獲得1999年港仔冠軍 再拍尋巡機時 離期失蹤16小時 他的行李 證件 錢包 都好好地放在房間裡 沒有帶走 他失蹤16小時 被指與古天樂優會去了 宣傳《洛神》時 陳豪豪不客氣地抱起了郭倩尼 他和郭倩尼的行李 舉指親密 兩人傳出飛聞 電光火世間 他和郭倩尼的戀情就像浮游一樣死亡了 因為有人黃插了一槓 據當時媒體報導 在拍攝《絕世豪巴士》時 陳豪被媒體傳出 夜訪陳偉山的香歸4小時 陳豪因此獲得了一個C9殺手的綽號 他還獲得了萬千聲輝頒獎典禮 自我最喜愛的男演員提名 2003年 拍《大女花》時 郭倩尼發現馬俊偉比陳豪歲多了 郭倩尼眼睛放電 電光之下 馬俊偉甘願拜倒在他的寫流群下 陳偉山與陳豪之間 好像有過真愛 兩人曾經見過家長 戀愛是奔著結婚去的 可視陳偉山冷面傲骨 陳豪沒笑在他面前吃別 久而久之 他們也就散了 2004年 廖碧儀 陳豪一起主演了電視劇《生花放》 陳豪飾演林三河 廖碧儀飾演《幾美麗》劇中是一對情侶 廖碧儀與陳豪在澳洲拍攝《寫真特輯》 兩人言語投機 陳豪帶讚廖碧儀中浪很好看 兩人經常以情侶形象出席活動 在一起逛街 殺狗糧 他們在一起玩鬧 圈內人都知道他們那一層關係 兩人之前六七年之久 陳豪喜歡上了這個美麗的女士 就像草原上的駿馬喜歡上了薄雲飄 他見到廖碧儀臉會笑成一朵隔桑花 他對廖碧儀呵護鼻視 屠心屠肺 這一年 廖碧儀多次被記者拍到出入陳豪的居所 為了廖碧儀 陳豪從此與非民絕跡 儘管碰上了這摸個好男人 廖碧儀似乎並未厭促 廖碧儀與不知名的男子展開愛情冒險 他一直有個豪門夢 陳豪對他無可奈何 之後又在拍《唐森風暴》時 被陳法拉放電的有陳豪 還有黃忠澤 不過 這些新聞似乎是為了宣傳新劇需要 廖碧儀回心轉意 再次搭上陳豪 兩人你濃我濃 陳豪對他是真心不錯 重新接納了他 但是在拍攝攻心界時 陳豪又被傳出與蛇絲曼早撕屁 他們的非民 就像徵包子霧出的白色武器 看著有 聞著有 真去找還找不到 陳豪偷偷約會廖碧儀 兩人複合的消息線一般傳來 蛇絲曼得知自己只是避胎 怒怒地撇清自己與陳豪的關係 陳豪 廖碧儀的戀情 九月駐禮 2010年 廖碧儀搭上李澤楷的表帶林忠浩 兩人出商入對 此新聞一出 罵得快快揚揚 記者採訪廖碧儀 廖碧儀傾吐心事 把陳豪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從好有降級為同事 當記者問陳豪如何看待廖碧儀耶穌林忠浩家 陳豪表示可能自己吸不了他想要的 做得不夠好 林忠浩則說自己追求廖碧儀時 他說自己沒有男朋友 陳豪一夜間受了十磅 後來港媒爬出 林忠浩住的豪宅不是他名下的 豪車也是租來的 他是一個藝富豪 廖碧儀因此成了圈內笑病 末幾個月後 廖碧儀變後悔了 一度想和陳豪複合 陳豪沒理他 因為他描上了美女陳一美 2011年 陳豪再拍攝時 莊圓儀劇《深戰時》認識了陳一美 那時 他的美麗像是亞馬遜河灣裡一隻皮毛光滑的水賊 他喜歡上了這個美麗的女子 就像呂寶喜歡上了董卓送來的夜明珠和赤兔馬 他有個奇妙的預感 陳一美將是自己的太太 陳一美掌傷甜美 笑起來像一隻太過飽滿而讚裂開來的遊圖 他已經是當紅演員了 陳一美只試過新進小花 卻沒有妨礙他們順暢地溝通 由於陳一美不太懂中文 看劇本狠吃力 陳豪就主動給他講解劇本 他肯會講笑話 肯會鬥人開心 他爽朗的性格 深深地吸引了個性趨緊的陳一美 他們一路走來 歡聲笑語 兩人生靈的距離 也在一天天的合作中縮短 消失了 他喜歡上了這個幽默活潑的大哥 就像印大安人 喜歡上了兜周人釀製的烈酒 幾個月後 深淨的拍攝工作結束了 劇組殺青後 陳豪就對陳一美展開了熱烈追求 他變得有些收拾起來 說話古怪 對女人彬彬有禮 他有個愛號叫婦女之友 這場戀愛 一談就事三年 陳豪也愛上了這個愛笑的女子 就像張生愛上了崔坑坑 他把陳一美約到郵輪上 把所有場景佈置好 一節準備就緒後 給陳一美來了個驚喜 鮮花 氣球 海風 浪漫的愛人 這一次讓陳一美無法拒絕 陳豪求婚成功 他們結婚了 一向低調的陳一美在微博上發布了婚紗照 難得地受了一致一愛 所有人都祝福 者對經歷了三年戀愛長跑的夫妻 之後 陳一美因為懷孕 退出了娛樂圈 陳豪娶到了一個出得廳堂 盡得隨房的好太太 陳豪先後主演了《陪鑽你走 水發煙枝》 《台窗施者2021》等劇 每一部都取得不錯的成績 陳豪的人生如同一杯濃鬱的expresso咖啡 曾經帶紅帶子 祖過大明星 也曾經窮困老到虎實不堪 他品嘗過人世冷暖 經歷過9981難 才取得演技的震驚 生活沒那麼複雜 總豆子或雙屍都可以吧 你敢試 世界就敢回答